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熊克宾是辽宁海城东四区东丹村的一个普通村民 2004年,他开办了养鸡场,搞起了蛋鸡的养殖 最多的时候,他的鸡场里养着两万只产蛋的品种——海兰鸡 养鸡听起来是个简单的事儿,反正干起来,熊克宾还发现这是个特别辛苦的活儿 在养殖行业过程中,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饲养蛋鸡这种是体能消耗相当大的 在养殖行业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这种误区弊端里头 虾料不均匀,劳动强度大 机身的空气质量不好 除了劳动强度大,人工养鸡真的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吗? 为此,我们的记者找到一家养鸡场,举定亲自体验一下养鸡的工作 然而,一进鸡场,这里浓重的鸡粪味道就给我们的记者来了个下马威 再看看四周,到处都是密乎的灰尘 机场的刘大姐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由饲料中的粉尘和鸡振动翅膀带下来的小羽毛组成的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喂鸡,究竟是个什么感觉呢? 大姐,这有什么药领吗? 这一套是为三个活的 哦,这一套资料要为三个活的 就要为十二只鸡是吗? 不是,这是三十六个鸡 哦,要为三十六个鸡,好,您给我们演示一下,我来跟您学 嗯 刘大姐的鸡场里,每个炉子都有四只鸡 大姐的一勺是九个人里三十六只鸡的料料 它需要把这些料均匀的投放在石草里 多了会浪费,少了即吃不饱,就会影响产胆率 所以在投放饲料之后,刘大姐还需要用手再把饲料铺平铺匀 这很容易被鸡酌着呀 有的时候手都酌得全上 你看咱们老刘手一全上 您看,一共有多少只鸡啊? 嗯,两万多只吧 两万多只啊 那每天除了这个喂饲料,这是一项工作以外 还有做其他些什么事儿呢? 嗯,捡泥蛋,厨粪,打扫卫生,还消毒 哦,那工作几个人在做这些活? 四个人,四个人 每天要工作大概多少个时间啊? 早天到晚上,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 五点就要开始做了 嗯 刘大姐养鸡五年了 每天她都是这样洗澡贪黑 除粪,简单,喂鸡 看起来这些活儿并不复杂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能不能也像刘大姐一样 轻松地把饲料喂给笼子里的三十六只鸡呢? 大姐,就是从早开始是吧 你不要到那边去 所以我看这鸡都着急了 你也没有进食,笼子里的鸡着实很熏 收不留神就可能被捉到 我们的记者战战兢兢地把饲料倒进了石槽 很明显,它铺的既不均匀又不整齐 如果这样的鸡,入进鸡的产胆率会大大降低 而且饲料浪费也会非常严重 这样铺的还是不够匀,所以要用手 那等于又增大了,工作量了 原来一次就可以,现在要两次 到目前为止,记者和刘大姐只喂过了七十二只鸡 但时间已经用了将近三分钟 炒这样的速度,可以玩鸡舍里的两万只鸡 要花取将近九个小时的时间 此时我们注意到,笼子里还没有被喂食到的鸡 开始变得脚走不安 我刚才看喂鸡的时候,这些鸡好像都很着急 其实饿了很久了吗? 不是饿了很久了,只要你喂鸡,它就是干嘛 别的着急,别的鸡就着急 没想到,平时温顺的母鸡竟然会因为着急抢食而丧命 看起来,人工喂鸡添加死料,不仅消耗人的体力 而且还有可能对鸡产生伤害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伤害? 鸡解放了人力,又能让鸡尽快地吃饱 增加产弹量呢? 从2004年开始,熊鹤斌就在琢磨着,制作一台可以喂鸡的机器 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让喂鸡变得轻松起来 我的一个想法是啥呢? 你说鸡的抢龙的过程中,它也消耗它的体能 它的体能十高十六掌摩来 这样,降低它的体能,缩短时间呢 它就减少它的体能消耗 我考虑对石料这个节省那方面呢 还有,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我也是试试看的这种想法呢 是研制的第一台机器 这就是熊克斌研制的商鸟机 这个看起来笨重,还有点复杂的机器 真的可以解放人力,提高本机的效率吗? 熊师傅,您好 您好,张立的您好 这就是您发明的叫上料机,是吗? 嗯,那这个东西我看,这是有个底座,是吧? 嗯,对,这是底座 这是? 这是一层的那个料箱 一层料箱 二层料箱 二层料箱 对 然后就是人推着走,是吗? 嗯,对,对,对 通过链条传动 就是只要有一个链条动起来 其他的都是同步 嗯,也就同步就开始运动了 嗯,这一面车跟耐车它两次对应 那会不会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有一个链条发生问题,其他的就会影响呢? 嗯,竹链条要是没有发生问题的话 就没有,没有影响 嗯,那这个东西我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么复杂的这个东西重不重呀? 我看的用料好像也挺 这些什么材料做的? 这些都是铁的,铁制品的 铁,那有多重啊这个东西? 这二百多斤吧 二百多斤 对,对,对 那人推得重吗? 嗯,还可以 那咱们试试看 那现在我们来先试试好不好? 好,试试看 那它操作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好吗? 嗯,好的 我们看到,上料机的传动链条缓缓相扣 牵移发而动全身 依靠人给的动力 一百多千克的机器 以惯性平稳的前进 看起来操作难度并不大 但是,这么多的链条组装在一台机器上 难免还是让人对机器的稳定性表示忧虑 那么,这台机器在实际使用中到底效果如何呢? 我们决定把机器搬到养机厂里,去进行实地测试 而看起来,想要把这台笨重的机器搬走,还真不是件轻松的事 熊师傅带着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使足了力气,才把这个大块图的上料机搬上了汽车 可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接下来,他们就又将遇到麻烦 汽车停在了熊师傅自家的养机厂门口 现在,大家需要把上料机抬下来,再推进养机厂里 可是麻烦来了,机器顶在了门口,怎么也进不去 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把门卸了下来,放在一边,再把机器横过来 又是一顿折腾,上料机总算是被搬进了机厂 这是一个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米的养机厂 共有五个通道,每个通道的宽度为1.1米,长度为80米 那么,熊师傅发明的上料机,是否可以适应这个养殖环境 机器投放的饲料,又是否快速,平整,均匀呢 熊师傅,这个机厂是您自己的,是吗? 是,我自己的 那我怎么一只鸡都没看到呢,现在不养了吗? 现在不养了,我为了腾业实验来研发我的上料机 现在第一代上料机终于出炉了,我们现在想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比人工的速度能快 而且投料能够比较好,是的 我先把雷热器调整过来 现在就可以往前走了 现在可以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就会撂就出炉口,一下是为两层,是吗? 一下是为两层 就是这一层,这一层,还有那边的一层 好的,您准备好了,您可以开始了 好的 可以找到吗? 好 熊师傅推着他的上料机缓缓起步了 看起来机器行走还算平稳 他的四个轮子正好卡在了通道两侧 机器好像专门为这个机场定制的一样 那么他的下料效果怎么样? 是否可以做到平整均匀? 速度又是否比人工投料要快呢? 可没想到,车还没走几步,以外就发生了 怎么回事啊? 掉链 又掉链子了 怎么回事? 这个链也松 链结松了 链条松了 链条松了 不是这个上下不同心的缘故吗? 这个不是 这就是链条松的以外 哦 那把链条重新调整一下 需要倒出来吗? 嗯 我看一看吧 好 刚刚起步的上料机重新又退回了起点 熊师傅找来工具 把松开的链条重新安好 又请人把没有关好的机笼也重新关研 被机器行走 扫清障碍 一切准备就绪 上料机再次出发了 熊师傅推着他的上料机再次出发了 机器两侧的上下两个下料口 均匀地向外散播着饲料 那么这样的投放效果 是否符合标准呢? 熊师傅 怎么样? 您现在铺了一圈下来 大概现在我看了看有五十米的样子 已经铺了 有了 这五十米推下来您累吗? 还行 还行 我看铺的还是比较均匀 看这个样子 按我这个机械商料的标准 要比银龙强力很多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 看这边投的怎么样 怎么样 您觉得还算均匀 对 这样我因为是外行我不懂 然后您呢又是发明人 我们想请一个专业的饲养户 让他来评价一下 看看这个头的是不是符合标准 好不好? 好的 师傅 您好 您养鸡有多少年了? 二年了 两年 那对这个投放饲料可能也还是比较熟悉的 每天都要做是吧? 是 每天都用手来偷 那个要喂多少遍? 每天用手来偷 能添三遍的 三遍 一遍要多长时间呀? 一遍的 一个都两个来点 要那么长时间 那么现在这个机器投了以后 你看看他这个投放是不是符合要求呢? 这很均匀 省时省力呀 投放这个饲料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它就是 每次手投 都是主要它得云领 它的机器投的很云领 要云领 嗯 对 熊克宾发明的商料机 得到养殖户的肯定 这给了它很大鼓 为了能够彻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 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减少长时间喂食 给鸡带来的应激反应 熊克宾琢琢磨了很久 它再次动手重新设计制作 不久 又一台全新的上鸟机 吻试了 新的上鸟机与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机器真的能代替人工吗? 是不是所有的龙养鸡都可以这样喂料呢? 请继续关注外发明 养鸡有妙招 这是一个主机料箱 因为它的视角都是有刻度的 这个是远结构的 它是说一种料线形式来把这个饲料来提上来 料线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你这样来看的 它是远结构的 软结构的 它这个链条是互相的 它这一圈是连结的 它是循环的 就这样它在往前行的过程中 就把饲料给带出来 经过改进后的上鸟机 在料箱底部 提升管 水瓶下料管 以及回料管中 都埋设了一种软性的推进装置 料线 通过料线的运动 饲料会先被推进到提升管中 之后从提升管进入水瓶下料管 根据机的采食量定量下料 而鱼料则仍通过料线的循环进入回料管 再重新回到料箱里 好 我们看到发明熊师傅很聪明 他想的这个办法叫做料线 其实主体结构就是一根绳 非常简单 今天我们也拿到了这个演播室 彭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它的原理 这个是我做的料线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根绳子 上边有一块一块的圆把 这个料线放到哪呢 放到管子当中 桃里 这是管子 我给抛开了 所以你能够看到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料线在走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相当一个一个的小活塞 在里边运着 对 如果说要运料 这里边 有了料 这个料线向前走 就可以把这个料 从后边运到前面上 这个你看不装满 它也照样可以实现向上的 纵向的商量 所以这个料线的这种改变就很关键了 当然我们在这儿呢 只是说它的原理 纸上谈兵 我们要去养鸡场 实际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养鸡人 怎么样用这个料线 这里是一家肉种鸡饲养厂 这里的鸡下的蛋 将用于孵化肉食鸡 就是我们平时在市场超市里 煎得最多 买来炒菜做饭用的鸡种 肉种鸡的饲养要求非常高 它们的饲料头位 常常需要以客机量 比起人工头位 这台机器的效率 到底有多高呢 我们再次来到了 刘大姐的养鸡场里 请她和另外三名 技术娴熟的养殖人员 来和熊师傅发明的尚鸟鸡 进行一次人鸡对抗 这个鸡场里 一共有两万只鸡 人工队的四名队员 将给其中的一万只鸡喂料 而剩余的一万只鸡 则由熊师傅的尚鸟鸡来投喂 那么四名技术贤熟的养殖户 和熊师傅发明的尚鸟鸡 到底谁能抢先完成 投料工作呢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 我要计一下时 准备开始 记者的话音刚落 刘大姐的人工队就开始工作了 而熊师傅的尚鸟鸡却迟迟被动 连一旁的记者都替他吵极了 熊师傅已经开始了 上鸟鸟鸟鸟鸡 上鸟鸟鸟缓缓地起步了 熊师傅则两手背在身后 任凭机器行走下料 它步行步慢 随着机器的速度 躲起了方部 再来看看刘大姐和她的人工队 大家一溜小跑 速度比平时可是快了不少 但是要喂完这一万只鸡 他们的工作量也确实不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人工队紧张涂料喂鸡的同时 熊师傅和她的上鸟鸡 已经快要到达终点了 人工队仍在抓紧时间 给剩余的五千只鸡喂料 四个人来来回回 不停的穿梭在狭窄的通道 四分钟后 刘大姐一组的两个人 率先结束了比赛 好 我们看看您的这边的那些伙伴 他们怎么样了 好的 我们看看他们的成绩怎么样 你们这怎么样了 停住了 好 您也结束了 好 我看一下时间 8分05秒 我看这个比赛结束了 这红车上下都已经全是土了 刚才我们用了大概八分钟的时间 进行了一场这个人机大战 觉得今天这成绩你觉得你满意吗 满意也没有几七块 没有几块 我看都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 平常的速度没有这个快速 没有 以前呢一个人喂的话要多少时间 以前四十多分钟 四十多分钟 确实是辛苦 您呢 您的养鸡有多少年了 我养了五年吧 养了五年了 一直是自己喂 自己喂 你觉得这个机器喂和你自己喂 你觉得它的就是什么 投料量啊 质量啊 速度啊 这个机器还是好的 机器省人工 晚上这个料它也能节约点 晚上这个机器上料上的比人工上的远点 还是这个机器好 熊克宾发明的多功能全自动上料机 设计简单巧妙 整机采用内置料线循环上料方式 上料时间短 计量精准 同时可以单槽定量 确保每只机饮食营养均衡 产弹率持久高效 不仅可以养蛋机 而且达到了肉种机饲养的严格要求 同时机器还设置了 自动消毒喷淋装置 再次减轻了人们的扫动强度 为养殖户节省了二次投资 这种散量机呢 它与传统的这种散量机相比 有两大特点 第一呢 将角龙输送 改为这种输送线板的输送 那么这种输送线板的输送 能够简化的结构 降低到功率 第二呢 就是它通过行走速度 和下料口的直径的改变 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实现这种下料量的控制 这个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呢 它的这个结构比较简单 这个维修比较方便 所不足之处呢 就是它这个输送线板的这个是塑料材料 这个用于抹水 如果改为钢片的这种结构 可能就是这个更耐磨 阻力更小 功率呢 降低 好 前面我们介绍的呢 是在大棚里面 龙养鸡的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方式 就是散养鸡 而且这个散养出来的鸡 这个鸡肉呢 应该是大家更加欢迎的 对 因为鸡的运动增加了 它的肉质呢 会有所改善 但是散养也有散养的问题 你把鸡放开以后 特别是那些公鸡它好痘 可能会出现痘鸡的这种情况 嗯 还会要伤到对方 可能还会有死伤的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这一好痘呢 麻烦就来了 究竟怎么回事呢 我们去看一下 发明人舒远良 发明项目 鸡用眼镜 家住湖南晨西的舒远良 是当地著名的养殖户 养鸡已经养了十几年了 自家有一个大型的养鸡厂 2004年 舒远良购买了一批土鸡鸡苗 这种鸡是湖南当地的品种 个头不大 但是肉味鲜美 销量一支不错 一斤可以卖到20元左右 同时 因为这种鸡生性好豆 又被当地人弃称为湘西土匪鸡 舒远良鸡厂里的土鸡 大概有2000只 本想等出篮后卖个好价钱 没想到 四十几天之后 鸡厂里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背上的毛都光了 钢尾都堕吃血了 尾巴上面的桥子都堕掉了 有时候每天堕吃两三十几三四几天都有 啄皮是鸡的一种不良嗜好 尤其在小鸡和万打鸡中最容易发生 由于鸡有嗜血性 在它们互相啄毛的时候 一旦有鸡被啄出血 其他的鸡就会兴奋地群起而攻之 疯狂地去啄出血的部位 这样就会造成伤口越来越大 最后甚至导致鸡死亡 侥幸活下来的鸡也是遍体鳞伤 并且羽毛被啄光 几乎变成了秃子鸡 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些鸡互相打斗啄毛呢 舒远良有了一个大胆的创意 他将一块塑料片对折后 剪掉中间的一部分 打开之后就形成一个圆拱 随后舒远良找来了红油漆 给透明的塑料片涂上一层颜色 用铁丝穿过小孔后 再固定到鸡的鼻子上 这样一来 两侧的塑料挡片就像眼镜一样 刚好挡住了鸡正前方的视线 这回我们发现 这只母鸡果然看不到 正前方的东西了 捉迷藏的 我们总打算 将这只戴上红眼镜的鸡 放回鸡群当中 看看效果如何 可没想到 它刚跑开没一会儿 居然就把眼镜给弄掉了 考虑到手工制作的眼镜不太牢固 舒远良索性找到工厂 加工制作了一批 红色塑料的鸡眼镜 为了美观 他还特意要求 将原来方形的镜片 变成了椭圆形 戴上眼镜的鸡 神气十足 活像是一个个小博士 舒远良试着给一处鸡栏里的鸡 都戴上了红色的眼镜 还别说 从这之后 这些鸡都变得斯文多了 打斗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正当舒远良高兴的时候 有些鸡的眼镜 却出问题了 第一次我们做的是 找一个鸡 一个鸡 带上去以后 它要转抖 这样就挡不住了 这个就挡不住了 没什么用 拌下来了 它位置鸡 有时候从这个样子 它都不行了 这个样子 可以打到防灼的效果 只有这么一个鸡 才发到一个防灼的效果 由于有些鸡调皮好动 时间久了 这眼镜片就容易翻转 无法达到 遮挡机前方视线的效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舒远良又动起了脑筋 这一次 它在原本连接 两个塑料镜片的圆拱上方 又增加了一道 宽度较窄的拱 刚好能够卡在机关上 这样就等于上了双保险 机眼镜也就更加牢固了 舒远良的机眼镜最终成型了 椭圆的红色镜片 上下各有一个拱 上面的拱用来卡住机关 下面的拱则有一根带刀刺的栓子 穿过机鼻子之后 加以固定 考虑到鸡的大小不同 种类也不一样 对眼镜大小的需求 也就各自不同 细心的舒远良 又设计了三种不同型号的鸡用眼镜 无论是一些体型较大的群类 还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 都可以戴上合适的眼镜了 这些绿油油的装甲究竟是什么 它们是怎样被收获上来的 这个钢铁罐树一样的机器又是什么 它能否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敬请收看外发明甜蜜的视野 为了实地验证有着痞的鸡 戴上鸡用眼镜之后的效果 我们找到了山里的一处养鸡城 这里的鸡都散养在山坡上和树林之间 从来都没有戴过眼镜 一个个极其好动 随处可见追逐护着的场面 有许多鸡的毛都被啄光了 模样十分滑稽 我们决定找几只平时比较好斗的鸡 给它们戴上眼镜 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于鸡的行动敏捷 徒手很难抓到它们 为了半天功夫 人们才抓住了四只打架比较凶猛的鸡 不出两个分钟 舒远良就给这几只鸡都戴上了眼镜 这是中号的 就中号 因为这个鸡只有两三只左右 打中号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戴上的话马上就不会打了 现在戴以后它戴起来 它前面又前面这个 它看不那么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将这几只鸡重新放回鸡群当中 刚刚戴上眼镜的鸡 走路的姿势看上去很奇怪 居然双脚交叉 走起了模特步 让人忍俊不止 不过当这些鸡适应一段时间后 就又能恢复正常的走路姿态了 那么它们是否还能再去攻击别的同伴呢 这鸡眼镜还真是立竿见影 这几只鸡回到鸡群中 确实老实了很多 不再去主动捉别的鸡了 但是一些没戴眼镜的鸡 反而开始欺负它们了 他们现在等于不攻击其他的鸡了 但是别的鸡打开还会捉它们 刚才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给这一群鸡里面几只鸡 或者几只爱捉的鸡 给它戴个眼镜以后 不去攻击别人 不捉别的 不打钻 但是别的鸡还要打它 所以我们戴眼镜的话 整个一捶鸡吃不戴起来 整个就比较安静了 合陪的怀旧就跳球了 自从戴上了鸡眼镜之后 舒远良家养殖场里 再也没有出现过凸毛鸡了 但是这眼镜既然能够遮挡住鸡的事情 让它们不再打斗 啄毛 那会不会对它们的行动觅食也造成影响呢 为了验证鸡戴上眼镜之后的觅食情况 我们决定将几只戴着眼镜的鸡 关在一间光线很暗的屋子里 进行一次实验 我们在装着鸡的竹篓附近 用玉米撒成了一条直线 这些鸡能否顺利吃掉地面上这些食物呢 两分钟后 有一只鸡从笼子里跳了出来 在四周转了一圈之后 迅速发现了地上的玉米 开始沿着我们撒下的直线 吃了起来 在它的怠断下 其余的鸡也接二连三地跟了出来 吃得不亦乐乎 只有一只忙着要去下蛋的母鸡 无心觅食 寻找着 出入 地上撒出一条直线的玉米 几乎都被吃光了 只剩下了很少的一点 有个鸡嘛 有个大半截止的话 这个要比较多嘛 它吃不上去 动的话它肯定过来吃完就吃完了 你把直线啊弯线啊 在丑狗里面还都可以吃到的 不过我们在观察过程中也发现 这些鸡在吃地上的玉米粒食 经常要煮好几下 才能吃到嘴里 看来戴上眼镜之后 对于鸡觅食的准确性和速度 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不过即便如此 它们依然能够吃饱肚子 这也就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 斗鸡以善打善斗而主称 它们的体型魁梧 性情凶悍 只要发现有对手 就会主动进攻 除非斗到筋疲力尽 才肯罢休 我们来到一家斗鸡养殖场 挑选了两只最为勇猛好斗的斗鸡 打算看一看 给它们戴上鸡用眼镜 效果又会如何 我们给它们戴上了舒远良的鸡用眼镜 这一次 它们是否还会继续战斗呢 没想到主人刚一放手 这两只鸡居然再次纠缠在了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咕咕咕叫它自作为方有个鸡 它就凭在感觉 凭在的感觉去打 它根不是眼睛看得到 它凭在的感觉 自作为方有鸡的 不出声的时候 看来这光是挡住眼睛不行 只要对方发出声音 这斗鸡还是会互相攻击 于是主人又将两只鸡分开 安抚了好一会儿 等到两只鸡都安静下来 才重新将它们放开了 这一次终于见笑了 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两只戴上了眼镜的斗鸡 没有继续打斗 而是互不理睬 各自走开了 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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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别摔着 输远梁发明的鸡用眼镜 由眼镜和一根带倒刺的栓子组成 镜片为不透明的红色椭圆镜 戴上眼镜的鸡 正前方以及上方的视线被遮挡住 只能往左右或者下方看 从而避免了在一起的鸡群相互打架 啄毛 降低了鸡的死亡率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就非常的有效 通过这一个物体挡光 来减少自己的攻击性 死亡率各方面都能减少 而且它因为攻击性少了以后 它这个饲料转化效率什么也能提高 它经济效应的更高一些 就是说戴上眼镜以后 只能往左右看 往下看 往前看不了了 对它的这个采石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的不是开场 你看不管是大鹏龙养鸡 还是在这个室外散养鸡 都不容易 要把这个鸡养好 还真的是要琢磨琢磨 那除了要防止这个鸡打架之外 你还要注意不要有疫情的发生 还有不要有什么东西 把这个鸡给下着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下面这样一个发明 发明人王正军 发明项目 空中鸡舍 今年52岁的王正军 家住安徽富阳市 2006年 他偶然发现 市场上有一种叫贵妃鸡的钱类 销量很不错 于是他从广东建了一批鸡苗 成了当地第一个 养殖贵妃鸡的专业户 这贵妃鸡又叫贵妃鸡 是由野鸡 驯化演变而来的一个品种 他们头戴凤冠 身披黑白花鱼 外观十分华丽 不过这些鸡不仅延续了野鸡漂亮的外表 也遗传了他们的野性 经常张开翅膀 到处飞来飞去 由于王正军的养殖场 现在一处小山坡附近 为了防止贵妃鸡飞跑 王正军在养殖场周围 拉起了高高的围网 很有野性 他真的要飞的话 你三米是不够的 挡不住 挡不住 别说是三米 有的个别飞翔能力特别强的 八米都没问题 没想到两个月后 正当这批鸡要出栏上市的时候 鸡场里却出事了 这些绿油油的庄稼究竟是什么 他们是怎样被收获上来的 这颗钢铁块树一样的机器又是什么 它能否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 挤放出来 进行收看外发明甜蜜的视野 那一次 整个鸡群大群金群 飞出的墙外不少 就是黄鼠狼造成的 黄鼠狼是鸡的天敌 他一看着他就不得了 他就乱飞 整个这个机场就是 全部是飞机 飞得乱七八糟的 就这个鸡撞到这个墙上去 撞到铁的栅栏上去 撞死的就不少 这次的损失 让王正军十分心疼 可是这黄鼠狼又会打动 肥王很难防住 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黄鼠狼 给鸡群造成惊扰呢 一次偶然的傍晚巡视 让王正军忽然有了灵感 他的养殖场里有很多树 贵妃鸡们似乎对这些树 情有独钟 动不动就飞到树枝上 有时候到了夜里都不下来 动物都会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灯高则是鸡逃避天敌 寻求安全的天性 它们飞到树上去 往往能够躲避一些 地面动物的侵袭 避免受到伤害 这景象让王正军的心死磨了 既然鸡喜欢上树 那干脆就顺同鸡的天性 给它们在树上安个家 干脆就像你住到树上不行 我就当时就这么想一想 就试一试来 这个有没有先例 心动不如行动 王正军说干就干 他找来一些废旧的木条和板皮 叮叮当当制作了一个木屋形状的机设 四周密闭 只留一个边长约30厘米的正方形入口 入口的前方则有一块木板 打出了一个小小的平台 你要是屋子这么大小 你在底下可以 那你要架高了呢 它是不是要头篮一样要飞进去啊 是不是啊 那个平台 对对对 它先到这儿很容易 咱们再往里走进去 就容易了 接着 王正军选择了一棵树差比较多的树 将机设架了上去 高度为一米五左右 大概可以容纳十只柜飞机 不过这些机真的会住进这种空中机设吗 他如果要回去的话 会在这个旁边活动吗 他就在这周边 在周边活动 就是说大概 等着上期的过程啊 有二十分钟左右 有先来的 也有后尾上来的 还有在外边 你看 你试一下 你看 你看 这不是咱咱咱的吗 因为他始终在这个小房子的附近 他在这 在这转悠 他可能还在吃点东西什么的 忙了以后 他就上去了 你看 他在那往瞅呢 那个也是 原子这儿的 原子关进去 那些机没染的 吃完了 他就准备回家了 他的家在那 这个不会走的 傍晚七点十五分 果然有好几只 头顶被染红的贵飞鸡 已经来到了这棵树的附近 就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 已经有一只鸡 飞红了 树上的鸡舍里 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 终于又有贵飞鸡 开始往树上的鸡舍里飞了 见同伴回了家 其余的鸡也纷纷跟着展翅高飞 三三两两飞上了树 一时间 毫不热闹 这回 就连附近的一只普通公鸡 也跟着凑起了热闹 他在树下溜达了一会儿 忽然主动飞上了树枝 看来 您打算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晚上八点钟 我们开始检查鸡舍里的情况 先看一下这里边吧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什么情况 鸡准备旧群了 您看一下现在有多少只 是不是就是训练过的这些红头的 就是说把头涂红的这个 好 看一看 好 看一看 好 准备一下 准备好 一只 都比较靠里 靠里的 靠里的 你看 这个啊 都快掉了 看看吧 还有 四只 哎呀 它咬人呐 四只了刚才 四只了 慢点 慢点 六个 六个 做不着了是吗 做不进去 还有几只里边 还有三只 哎呀 十只吧 一共 对 哎呀 啊 啊 红的 红毛的 经红季原本被关起来的十只红头贵妃鸡中 共有九只都回到了鸡舍里 效果还真挺不错的 王正军本以为经过训练后 贵妃鸡应该能安安稳稳住进空中鸡舍了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有些鸡到了上期的时间 只是在树下转来转去 但就是不愿意进窝 经过仔细观察 王正军发现 主要是因为鸡舍四周是封闭的 只有一个开口 空气不流通 如果鸡的粪便打扫不及时 就会产生氨气 导致鸡不肯回窝 思考之后 王正军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他在鸡舍的两侧和背面的板子上 对应地打上了几个圆孔 这样容易形成对流 鸡舍里的空气环境就能够得到改善了 改进之后的鸡舍空气好了也没有了意味 贵飞机住在里面也越来越适宜 可是这鸡舍架在树上还没几个月 就被一场大风全都吹倒了 这个鸡舍一样 像木箱一样 不好固定 就是封闭的板子 并且的这个箱底 这个笼底呢 是平面 很滑的 不好固定 连鸡的龙呼啦啦的 全部就是那个啥啦 掉下来了 对对对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王正军开始重新设计鸡舍的结构 他将鸡舍改成了半开放式 用木条代替了原来的整体板 木条定在一起 形成一个镂空的长方形鸡舍 较长一面的木条要比短一面的长出几厘米 就这样刚好能卡在两根用来架鸡舍的木头横梁上 他上到这儿来了 小鸡他走这儿进去 哦从这儿来 对对对 然后出来了 他可以走这儿出来嘛 这也不用堵 你说每天还要堵门啊 不要 没必要啦 随便他就随便进去 这一改变可是好处多多 不仅节省了材料 又减轻了鸡舍的重量 而且通透的四周 让鸡舍的空气更加流通 底部的镂空设计 则让鸡粪可以直接落在地上 省去了人工打扫的麻烦 就这样 王正军在新承包的七十亩林地中 架起了几十个这样的空中鸡舍 有的高一两米 也有的高三四米 高低错落 以便贵飞机根据自己的飞翔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机舍 看来 王正军还真的是要把贵飞机 当鸟来养了 不一会儿就有几只贵飞机 接近了空中鸡舍 一只胆子最大的贵飞机 忽然盯住鸡舍 正式飞起 稳稳地落在了鸡舍的横梁上 并且大摇大摆钻了进去 随后又有一只个头比较大的贵飞机 挥动着翅膀 飞上了鸡舍 看来这两只鸡都是这个机舍的住户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却并没能等到大体贵飞机 接二连三起飞的景象 有些贵飞机飞上去就马上飞走了 还有的 干脆就飞不上去 飞上去的这个鸡并不是很多 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大群都飞到这个树上的这个鸡舍里边去 这个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你看现在气温至少有37度 在这个时候你看这鸡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鸡脆毛的鸡 一脆毛这个飞翔能力就差点了 就是现在那羽毛它不丰满啊 飞不高 它有的甚至就不弄 由于季节的原因 贵飞机们没能成全节度 会到树上的鸡舍里去休息 但的确已经有一些鸡成功的住进了高高的新家 看来王正军的空中鸡舍还是能够吸引贵飞机们入住的 王正军发明的空中鸡舍利用贵飞机喜欢在高处栖息的特性 将传统的地面鸡舍改为空中 鸡舍为镂空的长方体 四周全部由木条组成 两个长方形侧面的木条较长于底面 可以卡在两根用来架鸡舍的横梁上 既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又省去了打扫机粪便的麻烦 还合理利用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止的贵飞机因遭受天敌惊吓 而产生的大规模金群现象 一种鸡这种鸟类的这种愿意在树上栖息的那种习性 一种原始的本能把这个鸡巢架起来 叫它生活在上头一个安逸的环境中 鸡它能够飞上飞下的也能得到锻炼 当然这个肉质呢肯定也好一些 另外这个鸡呢在树上也不受 这个其他的这个 受侵害少一些吧 想法呢和做法呢 包括效果呢都还是挺有心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信息 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要和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老师 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先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续关注科技的向观众养 薄目 欢迎续关注科技的向观众 对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